Pokémon,GET! Pokémon後面 出來的 一個系列 然後主打的是由彩色的屏幕 然後是 寶可夢限定的 然後這也是我收藏的其中的一台機器 然後等會就由我來給大家 開箱 然後右邊的是等會我們會試玩的 一些卡 的遊戲,包括了 精靈寶可夢的 紅黃藍綠 然后还有金银 然后水晶我没有找到 然后就今天先不玩水晶 然后包括就是这个是我之前 放我的Gameboy Pocket的一个限定的盒子 我觉得特别的漂亮 然后像官方正品的一个做工 它也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里面放着我们下一期可能会开的 一台Gameboy的机器 也是几乎全新的 这个就先放到一边 然后今天的主角呢 当然肯定还是我们的这台GBC了 那现在就我来给大家拆箱一下吧 因为当时封的比较好 GBC的话对于我来说 我的童年回忆是GBL GBL和 哦不应该是GBP 小时候买过一台紫透色的GBP 然后GBC的话 我接触到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很久了 然后这一台的橙色还是不错的 我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台也是我收藏的其中一台 说明书什么的都倒出来 这是说明书 然后限定纸片 等一下 然后机器的本体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给它观赏 这是盒子 然后先看看纸片 这个的话是特别限定 以前的特别限定的机器 都会有这一张黄色的纸片 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纸片 然后这个是说明书 像任天堂以前的机器的说明书 还是很扎实的 现在的话就没有了 都是电子说明书 可以看到很漂亮啊 这个东西的设计 可以看到这是2000年买的一台机器 好听到现在也是不容易啊 然后再来看看机器的本体 这一台机器我觉得 我给它贴了光化膜啊 我觉得算是限定机器里面 我觉得配色不那么出众的一台 因为它的一个配色 让人整体有一种塑料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它镀了一层 你能看到吗 就是有点像是金属 但又不是金属的一层镀层 然后总让人感觉 就是让人感觉怪怪的 你知道吗 就这样 抱歉 刚才又忘记拿电池了 太久没有玩这些老机器了 都忘记它是要电池的 把电池装上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机器 它的能耐吧 然后今天我们先试一下 黄这个卡带吧 因为红蓝绿 它里面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黄的话 里面增加了一个皮卡丘的一个跟随属性 也是宝可梦的第一次有跟随 就是皮卡丘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 然后可以看它的表情什么的 然后黄的话也加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可能要开一下灯光 没电了吗 可能这电池没有电了 又换上了两节有电的电池 然后声音的调节是在左边 开关机是在右边 看一下这个熟悉的过场动画 可以看出它这个扬声器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记得我应该是有特别强的怪物了 诶 不是很强吗 这个是玛瑙水母 因为初代还是没有闪光精灵的 然后可玩性就没有那么高 诶 诶 奇怪 我的那些厉害的怪 都在哪呢 鬼思通 那我先把它关掉吧 可能在我另外的一张卡带里 红吗 都在试试 没插好 幻念不见的 吹卡大法 可以看到它这个机器正面是印着皮卡丘和第二世代的三只主神 三只玉三家 是火球鼠 然后菊草叶 然后还有小巨鳄 红版我应该是也有记录 诶 居然是没有记录的 那应该是绿版吗 我记得有一张卡带里面 我应该是 耳朵很后面了 记不起来了 然后 这个机器整体的外观设计呢 除了这边有四只宝可梦以外呢 这边还印着一个Pokemon Santa 应该是这个 这个玩了25个小时 对应该是这个 可以看到我这张卡带里抓到了超梦 然后急动鸟 然后暴力龙 暴力龙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 它要到20多级才进化嘛 然后 前期给它练击就特别的难 这是成龙 拉普拉斯 然后看看最后一只 最后一只是烹火龙 我们出门 打一下 其实我的童年 不是 精灵宝可梦 红黄蓝绿 我的童年 我小时候玩的是金和银 然后 这个也算是我的一个补票吧 超梦还是很帅的 每一只都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关掉 开始我们的金银 不得不说 这个初代还是真的好玩 当时 能想出这样的创意 也真的是 Game Freak 真的是了不起 这个是暴力龙吗 长得怎么像一个三叉戟 这个是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 也是我一只 非常喜欢的一只精灵 这个是烹火龙 老喷 老喷我记得是个大头 对 这个大头 以前特别喜欢用它 好吧 那就关掉了 果然 我的存档都在绿里面 妙娃花也是我初代 特别喜欢的一只精灵 也是对战 我经常会用的一只精灵 然后 还有蓝 蓝 蓝的话呢 其实是美版发售的 然后日版的话 应该是在99年发售 跟红黄蓝绿都不一样 呃 因为像美国那边 它们是没有绿的 它们是红和蓝 这很奇怪 呃 然后现在我们插一下我们的金 开机 像金版是真的是我的童年回忆了 我金版因为小时候玩那个盗版卡了 不知道重新玩了多少回 哎呀 没记录啊 这是银版 这金银两张不会都不能记录吧 连红黄蓝绿都能记录 不要 不是吧 这个有点 哎 没插好 这个 以前的卡带就有一点不好 就是没插好你就得吹 然后读取就会出问题 哎也没有记录 那我就从头开始吧 然后到博士结束说话 我们结束今天的录制 呃大概就是几点了 像日文我其实也不是很看得懂 奥凯博士 哇真的是童年回忆啊 我小时候真的是 至少玩了三十遍 从开始玩到通关 然后记录消失 然后再重新开始玩 因为金银版是有两个世界的嘛 然后 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当时出了水晶版 水晶版的动 呃宝可梦是能动的 啊这个是我们的主角 他会让我们起个名字 我就速遍按了 变小了 然后就进入了我们 传说中的风雪城 不保存 不保存 看一下我们的主角 好吧 那 就关掉了 然后这就是这台机器主要的样子 然后这个是这个盒子 然后GBC的金铃宝可梦限定呢 总共应该是有 呃这一款 然后呃北美和欧洲那边应该有几款 然后我现在手上主要就是这一台 然后下一期我看大家如果对GBC感兴趣的话 我还有一台子透的GBC也是我收藏的 然后下一台呃下一个视频可以跟大家分享 整体就是这样了 整体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只能说跟任天堂其他的宝可梦限定做的实在是太优秀了 这一台显得不那么的呃不那么的跳 但是还是很好看的 你看这边 嗯行吧 那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 然后收藏转发 然后我会努力给大家做出更好的视频 然后谢谢